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拉格政变而逐步解体的 意大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机会 显然比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多一点点 比波兰统一工人党要多出几十倍来 实际上只有意大利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才是有群众基础的 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纯粹就是外国人 之所以会发生相反的情况 完全是由国际干涉决定的 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 仍然是民主小青心不愿意承认的 暴力和暴力机关的问题 东欧和西欧都成立了盟国所要求的 处理战后问题的联合政府 按照美国人的想法 联合政府是战时一致内阁的自然延续 会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以后结束 以后就由大选来决定了 而苏联人则决定 以后就不再有大选了 关键性的因素还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归属 戴高乐在法国阻隔的时候 法国共产党是临时政府混乱的议会的第一大党 在1945年的法国立法选举 1945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中 法国共产党比位居第二大的人民共和运动 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要多七个席位 比位居第三大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要多14个席位 法国共产党要求戴高乐把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或内政部长交给他们 戴高乐拒绝了多劣势Maurice Torres的要求 但是从数据上来讲 法国共产党在政府里面的席位还是不少的 意大利共产党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他们都没有掌握国防部和内务部 而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 在国会和政府中占的席位 并不比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要少 但是其中包括了国防部和内务部 因此他们可以作票 也可以发动政变 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 意大利掌握了地中海的重要港口 所以它是美国人不愿意放弃的 在1947年 实际上是美国政府 黑手党和天主教会 联合起来打击共产党 把意大利共产党赶出了联合政府 May 1947 Crisis 以至于最差的时候 至少也拥有百分之十几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 以后几十年之内 在政府中的地位 始终不如那些只有百分之五选票的中间派小党 那些小党基本上是准定入阁的 在始终像法兰西地四共和国一样 不稳定的意大利内阁当中 你必须拉拢大批的小党 天主教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cy 和社会党 Italian Socialist Party 都不可能赢得绝对多数的 但是他们只能够拉拢那些 只有百分之五选票的中间派小党 却不能够拉拢有的时候 能够拿到三分之一选票 最差也有百分之十几选票的意大利共产党 这些都是不鉴于宪法的 是一个身体记忆 这个身体记忆 就像是马华在六十年代的暴动中 得到的那个身体记忆一样 实际上 这个身体记忆就是这样的 如果让意大利共产党进入政府的话 就有发生政变的危险 而这个身体记忆 是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造就的 各式各样的谣言到处飞 说是中央情报局 已经准备跟军方 天主教会和黑手党联合起来 发动政变 而按照意大利南部的情况 恐怕黑手党会上街乱砍人头 使得意大利的中产阶级非常恐惧 由他们产生出来的政治家 出于恐惧 而达成了以后的事实上的宪法默契 我们要按照实质宪法 而不按照纸面宪法的逻辑来看问题 这一次恐惧正如六十年代的马来排华一样 才是意大利和马来西亚的实质宪法 写在纸上的纳布宪法反而是不重要的 是起公关作用的 所以五眼联盟 Five Eyes的情报机构 干的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是干涉意大利大选的类似活动 它针对的就是台湾本身 涉及的当事人怎么样是不重要的 它要达到的效果不是具体的法律效果 而是由此而造成的麦卡西式的恐惧 这些恐惧使大批的两面人感到 也许有事情也许没有事情 但是我日子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不必要的危险呢 出于这个想法 他们做出了理论上并不存在 实际上你也不可能证实它存在的那种做法 就好像说 你在男权社会去散布一个女人 不是处女的谣言 不会有人去证实的 但是这个谣言会发生它的作用 所有的男人 你如果问他 你有没有处女情节 是不是因为听到张小姐不是处女的谣言 才不肯上门提亲的 所有的男人都会指天话地地说 这种事情绝对不存在 然而张小姐他们家却会痛苦地感到 就是没有男人上门提亲 他们坚信这件事情 一定是由于造谣的人造成的 但是你让他们提出 法律上的证据是不可能的 麦卡西主义的真正用途 就是制造出这样一个效果 是民主政治一本正经的 称之为中间大多数 实际上是懦夫和墙头草的那一大批人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实主义地讲 民主是需要靠操纵 这样一批人的人性弱点来维持的 而共产党能够击破民主 也是依靠操纵这批人的弱点 如果人类真的像是民族发明家 或者伟大作家描绘的那样 充满了高贵伟大的情操的话 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 而情报机构是了解这些的 情报机构的大发展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以前虽然有特务和间谍这种人 但是其实都是业余的 比如说像在蒙古人那个时代 招募上几个和尚 或者像在联仓幕府那个时代 招募上几个走方的 可以到各国之间旅行的和尚 让他们送大丸之类的 那都是非常异于兴致的事情 为一个临时需要临时招募一批人 有组织的情报机构 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基本上是苏联制造出来的 因为苏联就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 用来新Doris Lessing的那句话来说 它不是一个有情报机构的国家 而是一个有国家的情报机构 这样搞得其他人都受不了了 事实证明 没有情报机构的国家很容易被共产党颠覆 尤其是民主国家 因为他们依赖的选民 中间有大量的这样的人 是经不起诸如此类的操作的 意大利的事件 以及后来致力的弗雷 Edward of Free Motel 当选总统的那一次诸如此类的事件 都是美国情报机构 用其实是共产党发明的那套手段 逆向操作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所造成的 现在他们搞得露述 对于我来说 我找不出任何证据 就像我找不出别人是不是处女的证据一样 我也不想去找 但是我一看这个路数就知道 这就是在意大利和智利王过的那同一套招数 它要造成的就是 在犹豫不决的普通人当中 唤醒人性的怯懦那一面 然后适当地达到相应的后果 当然 这个相应的后果打击的也是两面人 对于真正的 死不悔改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这些做法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如果把两面人打掉了 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了 而共产党就会变成 只有10%核心在内的 被谨小慎微的中产阶级 视为洪水猛兽的一批 跟恐怖分子差不了多少的人 而他们要取得成功 正如党的三大法宝 那个经典文献所说的那样 是要依靠统一战线的 统一战线的主力 就是手术两端的两面人 等我们取得胜利 以后再把他们统统打倒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实 用传染病学的原理来说的话 它是一种针对一感人群的操作 主持人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 是因为第一 国民党已经没有机会再换人了 第二 即使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 查不出任何证据 不管中国 在台湾布了什么线 几乎也都不能用 由重镜 查不出任何证据 甚至是查出相反的证据 都没关系 例如 你等到事情全部过去 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 再宣布这些 全是谣言 我举一个具体例子 Blomburg French Affair 希特勒在掌权以后 众所周知 德国军方是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 对他看得很不顺言 而他也不可能 按照魏马共和国留下来的 那套公务员法 或者其他方式 对并没有行为不当的军官进行惩戒 他的办法就是让纳粹党去造谣 说国防军总司令 Warner Von Fritz 是一个同性恋者 这件事情 当然是子虚无有的 但是按照贵族的荣誉法典 凯撒的妻子 是不能被人怀疑的 该军官就按照比斯迈时代那种 动不动就要决斗的作风 第一 他宣布辞职 向他的同僚表示 他是一个对荣誉一丝不苟的人 第二 他想要跟造谣的人 希姆来 决斗 然后希特勒装模作样地进行调查 调查进行了若干事件以后 他宣布总司令是无辜的 这件事情 其实内心人早就知道 但是在这段调查的时间内 希特勒趁着总司令辞职的这段时间 把他自己的人 布劳西奇 Walter Von Brochich 田进去做了新任总司令 然后对军队实行了一通大清洗 最后他站出来宣布 前总司令无辜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前总司令得到的 仅仅是中共喜欢的那种平反招雪 平反招雪以后 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而他的同僚老将们 也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 共产党的平反招雪也是这样 为什么可以平反招雪呢 那是因为你的势力 已经被打垮了好不好 打倒了你二十年 估计你再也没法翻身了 然后我们宣布平反招雪 广大民主小星星 感动得不得了 其实真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目的是政治上的 而不是生物上的 我杀掉了你 你这一百多斤肉 对我有劳的用处 我要杀掉的是你的政治势力 先把你搞垮搞臭 然后过二十年再宣布 这都是红卫兵的错 或者是将清和林彪的错 不是我的错 皇上英明 恢复你 你过去的关系网已经打散了 恢复你什么呢 只能恢复你的退休金 对不对 实际上 人家的政治效果已经达到了 很好 那你去调查吧 你看 这个时间点是选择的非常好的 11月20号 所有的候选人都各就各位 你也不能在12月开始 12月开始调查 还没有到白热化的时候 选举就已经举行了 11月底开始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 张三 李四 王五分分蒙兽嫌疑 像著名处女王小姐的遭遇那样 像尼古拉沙皇说的那样 我命令各位贵族 我们要把她当做处女来对待 这样做的效果 实际上就是告诉广大公卿大臣 这家伙可能就不是处女了 等到一切都白热化了 选举已经结束了 席位都已经产生了 倒霉的人已经倒霉定了 然后你再站出来调查研究说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 前总司令其实是清白的 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1940年 也曾经玩过这种手段 政治家和女人一样 是耽误不起的 宋楚瑜在2000年不能当总统 那以后就别想了 女人在20岁的时候不嫁人 你不能说是我在40岁的时候给她平反 说她还是一个处女 主持人可是照您这样讲的话 这完全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来说的 你站在五眼联盟这边 你当然说 哇 这真是做得好啊 可是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边 他很可能觉得他受了不白之冤 因为你挂出来的根本就是假的呀 刘仲敬这个区别就不大了 你知道 按照马基亚维利主义的原则来说 政治家的是非跟普通的道德观念不一样 他不是以人为单位的 而是以黎塞留 Cardinal Richelieu 所谓的那种没有灵魂的国家为单位的 红衣主教黎塞留当时是被人攻击说 你这样搞下去 你像一个基督徒吗 他回答说 人有永恒的灵魂 而国家却只有现世的 这顶多几百年时间 人类永恒的灵魂在上帝那里 是会得到公正的 即使他死了也没关系 而国家一旦灭亡 就永远不会复活 我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 国家利益像是古代希腊罗马 无神论者所设想的人那样 他就只有这几十年 没有了就没有了 是吃不起亏的 人作为基督徒 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而公正的上帝是无法被欺骗的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你做了初一 而我不做初二 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人 而是国家 什么叫主权者呢 我们要注意 现代主权者的理论 来自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王权理论 包括伊斯兰世界 和其他异教世界的所有共和国 它的主权理论 也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理论 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 儒教 印度教 或者其他什么传统 共和国的代表主权者的大公 总统 总督 它的主权概念 是16世纪政治学家的基督教王权概念的扩大化处理 其实也是同一个来源 王国是一个政治婚姻 国王是新郎 王国是新娘 由兰斯大主教 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加冕礼 就是由牧师主持的新郎和新娘的婚礼 国王在上帝的代表主持的结婚典礼上 跟新娘交换的誓词 这个誓词是要对上帝负责 而不是仅仅对人和人之间负责的 丈夫作为一家之主 要为妻子而向上帝负责 这个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情 妻子方面 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方面 所做出的是基于责任 荣誉 信仰的自愿效忠 而不是基于利害关系 恐惧 威胁 暴力的被迫服从 如果他需要强迫妻子 也就是王国各等级服从 那么基督教的婚姻 就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双方都已经背弃了 对上帝的承诺 这个婚姻观念 跟希腊罗马 或者其他异教世界当中的那种 相对比较随便的婚姻观念来说 就差别很大了 可以说 按照这种理论来看的话 东方各国的国家观念 就相当于 是一个没有办法 把妻子跟妓女区别开来的家庭 它自然而然要产生出 没有办法把小孩跟小猪区别开来 小孩和小猪一样 都可以考着吃的政治社会 这种观念在16世纪 变成了包括各共和国的观念 主权者是什么呢 主权者就是 像丈夫命令妻子那样 他替你去承担正义 或者不正义的选择 比如说 法兰西国王决心跟土耳其人联盟 或者去打西班牙国王 这是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 由法兰西国王 作为神圣正统的君主替你承担 法兰西的国民执行这个命令 如果这个命令是非正义或有罪的 国王要负责替他承担罪行 就好像说 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 妻子的行为 不是由妻子自己负责的 如果妻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是为她的丈夫做的 丈夫就像在婚姻誓言中 所说的那样 作为一家之主 为她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负责 妻子的罪也是她的罪 换句话说 包括国王和共和国 元首在内的主权者 他像是医生特别容易死于败血症一样 是特别容易下地狱的 医生之所以容易死 是因为他要替他的病人去死 国王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建立在 他要替他的臣民下地狱 替他的臣民做出极其艰难的道德选择 其中就包括为国家利益 而做出按照个人道德来说 是不道德的事情 例如 假如黎赛流的神学理论是正确的 由于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的台处 如果被假冒为善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倒了 基督教世界蒙兽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因此即使用土耳其人来打击西班牙国王 也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 如果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话 法兰西国王是要为他的臣民勾引土耳其人 而下地狱的 相对而言 他的臣民在为土耳其人屠杀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时候 是没有良心负担的 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臣民 并不是根据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去这样做 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跟土耳其海盗勾结 去杀了一个英国和西班牙的基督徒 他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但是如果国王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命令臣民 根据他在国王加冕典礼上 所做出的效忠誓言 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如果有罪的话 完全由法兰西国王承担 其实这个理论 现在仍然活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理论当中 包括美国总统首按圣经宣誓就职 乌克兰总统首按圣经和宪法宣誓就职的仪式 这些仪式在深受无神论传统薰陶的中国人看来 基本上就是儿戏 看上去是毫无感觉的 绝对没有一套房子来得重要 所以中国人的婚姻和他们的整个社会 也充满了儿戏的氛围 有些东西他们是根本理解不了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无神论者来说 现实的一套房子 肯定比死后下不下地狱要重要得多 所以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会理解完 主权者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事情 执行者的道德责任是归于主权者的 这一切的有罪无罪都是算在主权者头上的 所以下多不良 Fran 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才说 拿破仑的军队在纳布勒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移民 在阿卡·埃克尔杀害了一个无辜的战俘的时候 在上帝的账簿当中就给他扣掉了一分 直到有朝一日 上帝撤销了拿破仑曾经被教皇祝福过的合法性 以拿破仑的名义 曾经做过所有这些坏事的人的罪行 全都落到拿破仑一个人头上 这是拿破仑当这个皇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所有的政权 正如马修 阿诺德 Matthew Arnold所说的那样 都有毁灭的一天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圣经上说过罪的公家乃是死 Romans 6.23分 人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恶过满盈 你就得死 国家也是这个样子的 主权者代表国家 为了国家的生存 必须做不易的事情 你想要制造一个无罪的国家 就像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一样 儒家认为这是可能的 而基督教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不存在好人和坏人的斗争 也不存在好国家和坏国家的斗争 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坏的 都是必须做坏事的 这些罪都要落在主权者的头上 像马修 阿诺德的诗歌上所说的那样 上帝把一堆字母交给人类 人类在沙滩上拼来拼去 拼出了巴比伦 罗马 英国和法国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 而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内部发酵起来 使得每轮每换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 人类又要在沙滩上重新搭起积木 这个是人类的永恒处境 是不可能改变的 负现实责任的政治家 像黎塞留 他就不能像沙漠里面的基督教掩饰那样说 世界是罪恶的 我只能在沙漠上忏悔 我是法兰西王国的首相 我对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利益负责 对现实的 眼前的 终有一死的 没有灵魂的国家的国家利益负责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你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没有做主权者的资格 你也可以让土耳其苏丹 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主权者 自己做费拉 或者沙漠隐士 如果你觉得不行 那你就得自己做主权者 你必须像克伦威尔在出山以前所说的那样 要把罪恶的责任 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事先知道你自己要犯罪 而且还非得要承担犯罪的责任不可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 裁决它的标准 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符合国家利益的是可以做的 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 则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就是主权者的伦理观念 它跟寻常人的伦理观念 是不一样的 为主权者服务的公职人员 只负责技术上的东西 道德上的正义性 要由主权者替他们负责 主持人可是向美国人 在他们的电影里面 所表达的概念 任何一个人在战场上 应该还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去作战 所以美国人特别讲究战争的大义名分 或者是德国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宪法 任何一个法官 即使在没有明文法条规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依照他对于人类的理性 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共通观念 去创造法律 照您这样讲的话 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 这些人也相当于 在担负主权者的功能吗 刘仲敬主权者 本身就是一个神学概念 他是一个抽象 国王有两个身体 他作为人的那个身体 并不是他的政治身体 他的政治身体 就是王国本身 王国并不是国王 及其臣民的简单组合 而共和国的主权 当然也不是总统或者总督 而是每一个公民做出的相应选择的一个总的积分 这就像是蚂蚁窝里面的每一只蚂蚁的集体行动一样 整个蚂蚁窝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 而每一个蚂蚁则像是人的一片手指甲那样 是没有智慧的 这样形成的公益才产生了主权者 但是公益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体现 所以它就体现为在神圣符号包围下的国家元首个人 王权的神圣性或者法统的神圣性就是这样产生的 主持人在周末香港进行了区议会选举 区议会选举并没有办法影响特首选举 因为在区议会选举跟特首选举中间 还有一个功能组别的问题 结果发布之后 是建制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虽然他们还是拿到了40%左右的选票 如果他们中票种得够积极的话 下一次还是会赢的 但是您在这之后就说 这显示很可能对香港基层的管制已经开始松动 共产党在它能够完全控制香港的基层组织之前 就必须要行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 白区党惨败 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或者行动 刘仲敬政治从来都是有两层的 所谓法国第一共和国所说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 Active and Passive Citizens 技术上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始终是存在着随风导的大多数和不妥协的少数 在稳定时期 不妥协的少数和随风导的大多数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但是关键时刻的博弈 实际上是由不妥协的少数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随风导的大多数都是跟着他们走的 不妥协的少数形成的硬核 如果不打倒的话 斗争就只能以硬碰硬的方式进行 建制派其实不是一个派 而是几个小党和若干法团的组合 法团是只有特殊利益的 按照政治学的理论来说 它没有一个政治体的整体利益 只有一个相当于行会组织的特殊利益 它是一个游说集团 而不是具有政治整合作用的政党组织 在不涉及自身特殊利益的情况之下 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质分量是零 如果在技术上他们占有分量的话 那么这个分量是随风导的 因此他们没有确定的政治效忠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法团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 英国人把它带过来以后 把原先本身不具备法团权利的行业团体 赋予了法团的相应权利 但他们还没有强健到 能够行使相应政治责任的地步 因此他们在英国人存在的时候 一直是跟着英国人走的 英国人离开以后 就出现了英国人留下来的真空 由谁来填补的问题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组成的香港民主党那几个小党 像法兰西七月王朝时期的人权社 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 之类的团体所做的一样 企图依靠舆论政治的力量 把这个薄薄层面的舆论 多数看成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天然代表 继承英国人的权利 而共产党和原来只是依附者的 包括商团在内的各法团组织 联合起来把他们踢开 瓜分了英国人留下来的权利 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共产党得到了大部分权利 法团得到了大部分财富和小部分权利 而中产阶级的舆论操纵者则发现 他们卖力地鼓噪了十几年以后 居然一无所获 于是就构成了彭定康以后香港基本政治斗争的格局 而共产党这么做是因为 他从香港想要得到的资源 是在那些人的手里 而不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 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太熟悉了 就是他在对付国民党搞统战时期 那些大公报或者民盟之类的粉红色知识分子的同类 这些人根据经验来说除了自己的口水以外是一无所有的 统战价值是很微小的 而他在香港所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资源 能够办事懂得怎样操纵市场经济的人 全在商界和法团那里 而商界也有一部分他埋伏的匪谍 因此统治者所谓的建制派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构 少数掌握着关键部分 但是职位和级别不一定高的匪谍 加上一大波想要扩大自身地位的法团 形成了建制派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加上那些法团组织当中 跟英国人亲和力比较强的 比如说律师工会之类的这些少数法团 形成了非建制派 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 是临时性的瓜分 无论是所谓的建制派还是所谓的泛民 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坚定的忠诚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只是说泛民看上去 是由那些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人组成的 他们所拥有的选民的参与深度也很低 直接了当地说 你如果看1940年的那些报刊 如果他们有基本选民的话 那就是中学生 大学生和读报纸的这波知道分子 如果从十字分子的角度来看 他们好像就是全国 但是实际上 他们可能只占全国人口的5% 老百姓当中有很大一部分 也许会给他们投票 但是两者之间是没有深刻的组织联系的 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实际上是组织开始展开和分化的表现 共产党控制的匪谍也是少数 他们所依赖的封建性很强的法团 自身也是少数 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游离在政治范围之外的 香港处在那种政治动员产生以前的状态 大多数人民是不关心政治的 这就体现为区议会的极低投票率 实际上很多人是自行当选的 只要愿意去就可以产生 按照民主派的观念来看 这是共产党的错 但是实际上英国在18世纪经常也是这样的 一个选区的豪门大族基本上被默认为是当地的当然议员 他到国会去投什么票 被认为是跟普通民众基本不相干的事情 联合统治的结果就是 匪谍和以商界精英为核心的功能团体的联合统治是有条件的 两者不仅瓜分了香港的利益 而且还瓜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经济这一大块 共产党在80年代的基本观念就是 我们根本不会搞市场经济 如果没有香港人的话 我们是搞不成的 这在刘德华的电影和很多的香港电影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香港的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大块蛋糕 他们是重要的受益者 只要这块土地没有开垦完毕的话 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李嘉诚的出走实际上已经说明 这块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 开垦完毕的结果就是 共产党现在不再认为它驾驭不了市场经济 它可以通过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去驾驭市场经济 可以迫使港资退出了 所以香港的二次回归 跟中国大陆自身的去市场经济化是同步的 是同一个政治进程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 两者之间是相互呼应的 香港其实在市场经济当中 是发挥了共产党主要合作者的作用 没有香港的话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 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结束 至少共产党认为它是可以结束的 也使得香港的官商共治的结构濒临结束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 原有的建制派的忠诚是不可靠的 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他们很像是1950年的开明世身 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现在是应该被打倒和抛弃的对象 所以建制派或者说是香港人 所谓的保皇派的阵营是不巩固的 泛民这方面 2014年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2014年以后 几乎全是年轻人的本土派开始崭露头角 由于年龄断层的缘故 基本上领导层都是温和派中国人 但是在选民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 实际上是香港人 这个结构是刚刚开始 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成长 所以本土派其实差不多 全都是20岁出头的人 社会上的资历几乎没有 政治经验也几乎没有 这种局面之下 他们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 而泛民的投灭人物 只要做得到的话 有很多人是愿意跟共产党勾兑的 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统战利益 二次回归的结果就是 目前香港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真正力量 来自于愤怒的青年 而收割者却是原来泛民的那些老人 因为青年自己的领袖还没有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 关键时刻是要靠极少数硬实力的 跟封岛的大多数不起作用 我们要注意 白曲党是没有硬实力的 所有的匪谍都没有硬实力 他们所依靠的硬实力 只能是人民解放军 而泛民也没有硬实力 他们顺风介势 像是拉法耶特将军 Dilbert Dumon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 借助国民自卫军 National Guard和巴黎公社的力量 威胁国王一样 他们所依赖的是 本土派的好战分子 就是这位数级少的两种人 才是博弈的根本力量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真有进行战争的能力吗 如果没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那么整个统战结构就崩溃了 建制派的很多人 不会为了一个没有保护能力 而又已经准备出卖 和牺牲他们的人效忠 所以这就会产生双向的勾兑 要么共产党就直接出兵了 打一场真正的战争 在真正的战争的过程中 迫使好战分子的核心成长为军官 把温和派挤到他们中间 变成他们的走狗和炮灰 要么要继续勾兑的话 已经被证明 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建制派 像自由党这样的小党 和很多功能阻别将会被认为 花了很大的代价统战你们 而实际上拢不住香港社会 你们将被掏弃 反过来他们也会预感到 第一 他们自己将会被掏弃 第二 共产党在不出兵的情况下 香港的统治权 很可能归了另一边 他们会主动去找另一边勾兑 因此阴谋的线索会立刻展开 比如选举一结束 警察就不再进攻了 他们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军队一样 只有在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出兵的情况下 才会忠于波兰统一工人党 如果苏联军队不来的话 那就完全是并外一回事了 他们没有必要去得罪自己 未来可能的主人 在1990年 很明显 团结工会 solidarity 就是未来政府的一部分 甚至可能是全部 所以阴谋的线索必然会展开 建制派原先也就是占有40席左右的勉强多数 他的敌人一直都有29席左右 而这40席是极不巩固的 属于功能阻别的那30席当中 有5、6席是坚定的反对派 有10几席是不大靠得住的动摇分子 他们很容易像1990年的波兰国会中的农民党 polish people's party 这些统战小党一样 在关键时刻导向团结工会一边 主持一个排除波兰统一工人党 而由团结工会主持 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原有的 统战伙伴农民党之类的小党 组成的联合政府 结果破坏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国会计划 本来三分之二的议席是推荐议席 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它的统战对象占据 但是统战对象中的一部分倒了割 于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反而变成少数了 这种事情随时都可以发生 例如在下一届立法会当中 如果有10席左右的功能阻别倒割 如果有街头暴力 警察不干涉 解放军不来的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以及泛民在选举一部分 由于区役会会给他增加五席新的代表 另外选举中声势造成的那些摇摆选区的波动 使他可以再增加五席 这样形成的多数会导致血崩 会使立法会公过一个有利于泛民的改革方案 这个改革方案对于两面人来说就等于是 我把我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效忠 再卖给团结工会 或者卖给泛民 在新政权当中 20年之内可以取得跟原来相同的地位 我们要注意 现在这个波兰在1995年还是不存在的 瓦文萨LikeWA SA下台1995以后 上台的仍然是一个前共产党人 Alexander Koynevsky 是一个类似马英九的角色 现在这种坚持追杀前 共产党罪恶的保守党 和自由党分割政权的两党制 是在最近十年才形成的 是过了一代人时间 也就是二十年时间 实际上 这种现象开始于1989年的末期 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确地认为 波兰的主权者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 而是苏联共产党 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没有什么罪的 只是一个小跟班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苏联人所做的 追究责任要追究到苏联人的头上 所以我们只比波兰农民党稍晚一步的倒戈 倒戈的目击条件实际上就是 我们不会被追究 一切罪行都被说成是 俄罗斯侵略波兰的传统罪行 而不是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因此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干部 可以变成市场经济的第一批受益者 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 进入市场经济 同时以社会民主党的身份 进入波兰政治 他们最初比起团结工会派生的各党 天主教会的各党更有钱 因为他们掌握着国有企业 他们更有经营企业的机会 最初的市场经济当中 他们甚至是战上风的 而他们的政治经验和关系网 也比从反对派起家 有知识分子 但没有行政经验的这批人要强得多 因此才会产生马英九现象 你注意 统战向来都是只能维持一代人的 香港的官商联合政府 其实就是匪谍和行业团体的联合政府 这个统战跟抗战时期 共产党和开明绅士的联合政府一样 都只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 一代人结束以后 必须重新洗牌 再斗一场 斗一场的目的和效果 各方是有自己的意见的 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就是 按照图改和正反时代的那个做法 过去的统战对象 现在要被我们打倒了 所有的权力都归共产党了 这叫二次回归 按照泛民那方面的想法 当然是圆桌会议模式 共产党和行业团体之间的联合结束了 现在行业团体应该倒到我们这一边来 在美国人的保护之下 形成一个类似波兰的变化 你要注意 共产党这方面的看法 比大多数民主小清新和流亡者 要正确得多 它绝对不会像是变态辣椒 或其他人那样骂川普 怎么样背叛了我们什么的 共产党十分英明而正确地指出 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是资产阶级委员会的工具 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以为资产阶级更换它的代理人 会对我们有利 请注意 我们在涉及实质权力上 在马基亚维力主义的逻辑上 要牢记一个基本真理 共产党虽然不是都对的 但是他们通常是比反对 他们的人精明的 因为他们是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 包括对美国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像变态辣椒 或其他人痛骂的川普那些行动 熟悉1990年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 是一步不差的 按照当时的剧本走的 川普要求习近平跟黄之锋对话 就是要波兰统一工人党 跟瓦文萨对话 这对共产党来说 就是要把国家的统治者 和一个犯人 放在相同的政治地位 现在他又说 我跟习近平和香港人民 都站在一起 于是不知好歹的流亡者 又开始大骂川普背叛了 其实他的意义就是说 你们现在已经应该进入 圆桌会议的那个程序了 而圆桌会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共产党心里面是完全有数的 川普心里面也是完全有数的 而这些完全找不到感觉的流亡者 却在那里指手画脚 好像他们什么都懂字的 这个伟大计划 只有一个小小的毛病 就是泛民自身是扶不起来的 就是说他并不是团结工会 从共产党那一方面 从白曲党和匪谍那一方面 从统战对象和功能组 别的方面来看 这个计划是天衣无缝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敢说 他们会在泛民 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主动地投怀送棒 拿出他们美妙的方案来 而共产党没有军队可用的软弱局面 现在已经暴露无遗 如果他可以运用军队的话 林郑就不会同意 搞独立调查委员会了 这显然说明 他已经像是1930年的张学良一样 被套牢了 但是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路易十六策略 所谓的让步太迟 太少 你要么在你能够掌握局势的情况下 主动让步 要么在敌人已经逼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有种像迪奥多拉皇后 Theodora说的那样 宁可穿着紫袍死在王位上 绝不能视若于人 一旦视若于人 你就完了 有了初一就有初二 永远没完没了 而且最后 以前死的那些人的责任 肯定会放在你头上 你像路易十六一样向法院拼命争论 无论怎么争论 都是把自己送到敌人的手里面 在没有死人以前 你应该主动让步 这是最好的 但是当时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原已经死了 血已经流了 你就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 死在自己的战场上 或者硬着头皮 把他们镇压下去 你在这个时候让步 暴露出来的只是你没有镇压的实力 以及你对警察的忠心并没有信心 同时 警察肯定也不会效忠了 我为你效忠以后 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 就是把警察交给警察的敌人 然后特首本人表示 皇上圣明 都是你们下面的人 胡乱办事 你还指望警察再来给你效忠吗 做了这个姿态以后 你的支持者就已经没有了 就像是路易十六接受了拉法耶特将军以后 法兰西王国的军队就不会再效忠于国王了 他们首先根据国王的旨意镇压了群众 然后国王却抛弃了他们 把巴黎市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召进攻来保卫自己 以后谁还敢效忠于这样的国王呢 国王现在两头不是人了 被他召来的拉法耶特将军和国民工会 National Convention不会因此而信任他 人家只会觉得 现在你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求我们的 我们如果不借此机会把你斩棘杀绝 下一次你有了办法以后再来秋后算账 我们是傻瓜吗 同时法兰西王国的传统力量就觉得 国王已经背叛了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再忠于他了 这是一条两头落空的道路 走出这一步 背后所体现的信息就是 共产党没有兵 或者是出于决策混乱 他不能使他在香港的代理人相信他会出兵 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相信苏联人能够出兵 而且会出兵 那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实际上 川普在对付共产党 以及对付共产党的代理人 这方面已经是把所有的牌都拿在手里面 随时可以嚼死你 唯一的问题就是 香港的泛民并不是团结工会 他内部并不团结 他没有真实的组织力量 是一波毛泽东轻蔑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混乱组合 他们自身很容易被白曲党的高明攻势击破 而胜利的机会送到他们手里面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怎样适当的运用 最糟糕的一点就是 他们驾驭不了他们的选民 这事的糟糕之处 就像是皇帝和将军驾驭不了他自己的军团一样 这是一个必败的局面 如果你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 失败也是暂时的 如果你不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 成功也是为其他人做驾衣裳的 所以目前的基本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使他不能有效地利用他的资源 但是如果香港的阴谋家们达成的一系列协议 使他完全无法忍受 他也会出兵 人经常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出于短见而不能忍受较小的代价 然后等到较大的代价出现以后 他不得不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出兵 然后局面将在混乱中间演化到立法会选举 香港现有的政权就要完全崩溃了 但是恐怕泛民这一方面 无法解决独派 暴力派 基层选民 以及他们原有的敌人之间的 合中共济的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有能耐 把有可能投成叛变的建制派 和其实已经把他们骂成叛徒的香港青年组合起来 统统变成他们自己的手下人的话 他们就赢定了 团结工会得到的东西 眼看就要像成熟的果实一样 落到他们手里面 但是他们不能 他们在任何时候 都是被他们手下的群众冲着走的 他们指挥不了群众 也控制不了群众 而控制不了自己的群众的人 也就无法接受敌人的投降 也就没有办法收编和改编他的敌人 因此 这样的联盟和这样的阴谋是短命的 它产生不出波兰这样一个 稳定的后共产主义政府 而是顶多只能产生 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 和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那样的政府 是没有威望的领导人 和他控制不住的敌人 形成的同床异梦的短命联盟 这个短命联盟迅速地会破裂 形成新的比原先更为惨烈的实力对抗 在实力对抗的过程当中 民主和民主的所有希望都付诸东流 权力迅速地转移到 无论过去多么卑微 但是由于因缘际会而敢于使用暴力 而且证明自己能够使用暴力的那些人手里面 主持人所以照您这样看 这个时间线即使相当相当短 摊牌时刻几乎就在下一次立法会 和特首选举的那个时间 刘仲敬 我们要注意 现在是一个比弱点的时代 所以会出现很滑稽的局面 看上去越是强大的人越是软弱 因为他承受了太多的负担 没有负担的人因为没有负担 反而变成了他最大的优点 他能够迅速行动和掌握局面 共产党方面是我了解的 我认为他主要是因为自己机构的庞大 而无法集结力量 以及各种狗且和混乱的假消息 使他失去了迅速决策的能力 按说他应该现在就出兵 如果现在不出兵的话 至少也应该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出兵 但他很有可能在立法会选举 遭到一次新的失败以后 阴谋家设立的团体 以为共产党已经死定了 而把他像失败者一样踢出来以后 他才像1937年的蒋介石那样 已经背着卖国贼的名号 突然跳出来做抗战英雄 在错过了较好的时机以后 在较坏的条件下仓促地投入战争 这些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内部 因为香港的失败 必定冲击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 香港的利益集团像李嘉诚本人一样 已经深刻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之中 这是跟台湾没法比的 就是说你的妻子发生的事情 会对你有极大的影响 而你想要追求的 但是并没有答应嫁给你的女人 对你的利益却不会有什么冲击 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手术两端 会直接影响到她的连任 和她在国内的各种措施 但是由于她自己的摊子太大 以及由于她自己的决策能力有问题 信息渠道也有问题 做不出及时的反应 但是她的敌人比她更加软弱 当他们以起哄的方式 开始逼宫的时候 相应的反应还是会发生 但是这来得太晚了 她很有可能会拖到立法会选举之后的 因为明显来说她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一万五千字到此为止剩余内容 以及完整视频 请加入刘仲敬文稿站 lejspread.com会员进行观看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